下一个要讲的叫做水污染 就是水变脏嘛 水污染 各种废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到河川海洋或渗到地下 就会造成各式各样的水污染 那怎样的脏东西 怎样的废水呢 生活污水 这也是我们台湾最主要的污水来源 就是你生活中所谓造出来的脏水 包括你洗米、洗菜、洗澡之类 还有上厕所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这里面这些东西跑到了我们的河川以后 它就会使得河川缺氧、恶臭 就是生活的污水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后面会比较一个优氧化 这里面某些情况也会造成优氧化 后面再说 OK 再来就是所谓的事业废水 就是公司航号啊 或者是工厂、医院啊 所排放出来的脏东西的废水 它来源很多种类很复杂 然后脏的情况很不一样 但是一般来讲最多有可能出现重金属污染 还有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的污染 这是比较常会出现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重金属污染 要事业废水 现在就是畜牧废水 养猪的、养鸡的、养鸭的 猪屎、猪尿、基础那种 这个最多就是会造成优氧化 等一下会教会造成优氧化 破坏环境、破坏环境 然后还有一些垃圾的污染 垃圾的污染 或者是那种其他的 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带状或什么 谁玩?谁玩?谁玩?这些污染状况 就是在说法上有哪一些的 被水、脏水的来源、脏水的种类 稍微了解一下 OK 那这个除了刚才讲 比如说我们施肥的时候 施肥会造成所谓的优氧化 然后撒农药 那就会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然后呢 油管破裂 就有一些脏东西 这些都会造成所谓的污染 刚才讲过了 台湾主要的污水来源 大宗是我们的生活的污水 生活污水是我们最主要的水污染的来源 接着跟各位介绍一些台湾 比较重要的一些水污染的事件 第二是绿牡蠣 那个蚵仔绿色 上看过 蚵仔绿色 因为了电鍍液 含酮的沸水 然后是蚵仔细了很多关系造成的 然后呢 它的重金属污染 试下去不会死 上次有一个台大教授 公布说重金属污染 他就很害怕 不敢去买蚵仔 蚵仔就自销 然后呢 就有一些无聊的人物跑出来 表演生死蚵仔的游戏 这个没有用 因为你吃下去也不会死 如果吃下去会死就好 吃下去会死 但是不会吃了 可是下去不会死 它就在你身体累积 累积到一个量以后 你就会发病 你会出问题 然后另外教授就出来说 你们不要担心 按照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你要每天吃一碗蚵仔 而且要连续吃个二十年 你才会出问题 诸如此类的话 还有讲错吗 没讲错 以那个含量而言 这个量要吃这么多 吃这么久才会有问题 可是很不幸的 在可爱的台湾 你有太多的地方会得到重金属 我们这边有一个绿茉莉 对不对 我们还有种出铜木瓜的 我们叫铜木瓜 不是木瓜铜做的 是木瓜的含铜量过高 因为土地收入 所以种出来的木瓜含铜量过高 那又是一个来源 所以东西一点七七一点 你就开始就会 罢罢罢罢就会有问题 OK 然后再来高瓶漆 高瓶漆以前的水很脏 为什么很脏 因为养工厂 养工厂 养猪的养鸭的一堆 所以后来就把他进到都牵走搬走了 所以就好多了 所以高雄人不太喜欢喝他们的自来水 为什么 因为原水很脏 要下重本消毒 所以喝起来就会有一股味道 消毒水的味道 所以就不好喝不要喝 干净吗干净 有毒吗没有 可以喝吗可以喝 可是再来就是不好喝有味道 因为下重本消毒的关系 下重本消毒的关系 好 烧冰心 RCA 就是那边污染了那里的地下水 种出来的稻米都含隔量过高 叫隔米 那我们讲过了 我们只有一招可以用 哪一招 休耕不中 因为没有救啊 地下水污染没有救 所以只能休耕 只能只能休耕 就不中 因为种下来都含隔量过高 RCA污染地下水 然后就是这个 不管你们念建教或者是念蜜球 因为台湾光复出席的有精神疾病 虎脚病 因为含是含喝了含升量过高的地下水 所造成的 现在那没有人家喝自然水就没有这个问题 OK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两个应该都叫做热污染 都叫热污染 就是 因为我们教过核电厂 它需要冷却基础 需要抽海水 基础冷却把它放出去 吸进来是冷的放出去热的 就热的温排水到大海水水温上升 珊瑚就冻尾条白化或者死翘翘 然后就有避雕鱼 那鱼就是身体长成S型 弯的 然后台湾要做的就是因为热 破坏小鱼的酵素 它长不止 避雕鱼 当初环保人在看说 你们有浮射污染怎样 那个浮射没有关系 这也算是热污染 这都是台湾有名的 著名的一些水污染事件 让各位能够理解就可以了